哈囉大家好,我是Dolf,這次要教的招式是Exta Exta的全名叫做Extended Thumbaround,是轉筆基礎招TA的延伸 如果還沒有學會TA的話,可以先點擊上方的資訊卡 來看最詳細的TA教學再來學這招喔 在學Exta的時候可以順便注意一下筆頭的方向 這裡先用紅色筆頭朝上來當做示範 這招的做法是先轉一個TA當開頭 當筆順利繞過大拇指時,大拇指不要往上升來接筆 而是繼續彎著讓筆從大拇指上方通過 這時筆的中心會碰到食指 轉到這裡的時候也會是紅色朝上 接著讓手掌朝下,順著旋轉的力道讓筆離開大拇指 並在食指上繼續旋轉完剩下的半圈 最後夾在食指和中指之間就完成了 完成的時候紅色會朝向自己 這招可以接到很多人都想學的FLIA 所以很推薦大家學會喔 這招的軌跡比較複雜 會失敗的原因通常是食指轉不過去 這時候可以確認看看筆轉過大拇指的時候 食指是不是在筆的中間 手掌有沒有變成朝下 或是看看這時候筆是不是在大拇指上方 如果筆在大拇指下方的話就沒有辦法完成這招囉 上面兩個步驟都有做對的話 多練習幾天就可以學會這個招式了 另外很多人都會把這招做成這樣 用慢動作來看的話 可以發現筆還沒有完全繞過大拇指 食指就接過去了 這時候再注意一下筆頭方向 可以發現開始前的是紅色朝上 但結束時是黑色朝內 所以代表少轉了半圈 如果做成這個樣子的話 可以再看一次慢動作教學 確認食指不是在一開始就跑去接筆 而是快轉完TA才碰到筆的 這樣就可以修正這個錯誤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